大家好,我是二號劉詠璇 昨晚我有機會跟二號的香港先生 同台演出 今晚我很期待想知道 哪位香港先生和我會有機會 一起登上冠軍寶座,謝謝 Tiffany,你好,我是芯美 你應該很高,五尺九寸 我代香港嬌小力龍的女士問你 即是阮小儀,長得這麼高 是否很不方便 那當然不會不方便 也有很多好處 有時候如果進廚房 有些高一點的地方都可以拿到東西 你能進廚房,能出廳堂 希望你今天可以獲得冠軍 謝謝 活潑開朗的我 最喜歡在夏天玩戶外活動 可以享受跟朋友一起玩 一起笑,一起流汗的時間 這就是我的生活態度 Daphne,你的問題是… 你好 你和C君就快結婚了 你想結婚,兩夫妻可以和你媽媽住 可以嗎?是否聽不懂 C君不想… 對了,那你們如何說服C君 對了 不如我們可以… 我不明白為何他們會結婚 但無論如何… 是 不如我們和我媽媽住吧 他可以在我們家裡住好東西給我們吃 不可能嗎? 我告訴你,一個男人肯和你媽媽住 只有兩個原因 要是他自己交不起房租 就逼著和你媽媽住 要是他根本喜歡你媽媽 你是煙幕而已 那不是,可以省多點錢 我們不用交房租 我們可以在媽媽住 但如果我們生小朋友 那就很麻煩了,對吧 不是,他可以幫我們照顧 不用給寶寶 怎麼會? 不會的,我的好朋友陸永 就是這樣搬到離外母很遠 為了離外母 因為我夠錢交租 不可以的 但你也很顧家,非常好 謝謝你,謝謝 真的肯定一起住了,對吧 好,謝謝你,Tiffany 接下來要頒發的就是 追上鏡小姐 沒錯 有請上街追上鏡小姐 麥明思小姐為我們頒獎,有請 好,最上鏡小姐的結果呢 Legger,在你手上 看我手上,沒錯 好,最上鏡小姐的結果呢 2016年香港小姐競選決賽 最上鏡小姐是… 大熱,2號,劉詠璇 MISS Hong Kong Kaiken 2016 MISS Photogenic is No.2 Tinfany Lau 2號,劉詠璇 芳寧,19歲,是一位學生 志向是希望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將自己正面思想 和樂觀的性格感染所有人 Legger說他會大熱,對吧 是,我們排的時候是他 以為排一下而已,怎知道是真的 對,是真的 恭喜,Tinfany 也謝謝麥明思小姐 為我們頒獎 謝謝,謝謝 我知道每一位都用心思想了這段演說 希望大家用心地聽聽 因為是靠你投票,他能否勝出 每人一分鐘才請我們第一位的 是2號佳麗,Tinfany,劉詠璇 有請2號 大家好,我從小到大最喜歡打籃球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籃球的故事 我12歲的時候就有打一個籃球比賽 其實跟其他比賽就沒甚麼分別 但是逐足到半場的時候 就有一個女生換了入場 我見她的時候,她就臉青青的 還有頭是用一塊布來包住的 那我就有點奇怪,不知道她甚麼事 我發覺了原來她是有癌症的 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我就很想幫她 所以我見她的隊友一扔球給她的時候 我沒有擋她 反而我是走過去擋走我自己的隊友 令她可以入到這個球 我知道我很想給她一個很難忘的經驗 在這個球場上 這個女生令我學會一件事 就是無論如何,我們這條路的生命 是挺難走的 我們如果是對著我們的夢想和目標 任何事情都是做得到的,謝謝 謝謝,阿君,丁子朗 也感謝Grace,陳凱琳小姐,謝謝 好,先翻完香港吧 阿君當然來到香港小姐 阿君在這個時候 對,越來越緊張 再加上2015年香港小姐 阿君,龐卓恩小姐 雲來頒獎,有請 來頒獎,有請 2016年香港小姐競選決賽 阿君的得獎者是… Miss Hong Kong Fashion 2016 第一次選擇是… 多少號… 多少號… Lin哥,你很喜歡她 你會說這種話嗎 人家是我的信心 是她了,2號,劉詠璇 No.2, Tiffany Lau 2號,劉詠璇,方寧,19歲 是一位學生 志向是希望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將自己正面的思想和樂觀的性格 感染所有人 恭喜我們的阿君 Tiffany,劉詠璇小姐 厲害,說天氣大熱 拿到阿君非常好 也請在這裡 謝謝我們的班主嘉賓 龐卓恩小姐 謝謝你,謝謝你 雙鳥,最上帳兼阿君